那么对于方舱医院来讲呢 这个应该说他收治的都是轻型的患者 方舱医院呢他都是确诊的病人 同时呢在诊疗过程当中还需要排除流感等其他的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所以应该讲呢不会造成这个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 同时呢对于方舱医院我们也有专门的这个感染控制的团队 来加以指导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